大家好,我們今天簡單來講一集 是有關於BMW iX1 因為我們最近拍了很多支影片 在特別討論到其他電動車的時候 有很多網友在底下留言 希望我預測iX1的價錢 那我今天10月11號 本來就要來做一個預測 因為我一直想要針對這一題來講一集 那我大概也有得到一些風聲是 這個禮拜呢 台灣的總代理販德應該會宣布 iX1的預售價 那我今天特別撥了一個控 要來把這一集趕快拍一拍 沒想到我一進到辦公室的時候呢 我的同事告訴我說 店頭已經有流出 iX1的預接單價格了 他正要告訴我價錢的時候 我跟他說你先不要講 我來猜看看 我說219 對嗎 那其實我在還沒有知道答案之前呢 我的推測是219 那這219萬的論述的邏輯是什麼 如果今年年初呢 你問我 iX1預計會賣多少錢呢 我可能會毫不猶豫的告訴你是208萬 這208萬怎麼算出來了 首先呢各個車廠裡面的車款的售價 它的級距的分野 它有一定的規則 如果我從幾個角度來看 我把它分成主要三個級距 這個是屬於我們講A級距好了 就是比較入門的級距 C級距呢 就是中間這個級距 那第一級距呢 就是稍微比較大的 那如果以休旅車來講 BMW的休旅車 這個就是 X1 那 他的休旅車這個就是 X3 這個休旅車是 X5 那如果換成電車呢 當然現在 全世界也只有在 中國大陸有生產 iX3 那iX3呢 也有 外銷到歐洲 但是台灣是不能引進 這款車的 那接下來會有一款車 是 iX1 我們今天要預測的就是 iX1的價錢 那 現在 BMW也有一台 電動車 事實上是跟 X5 的Size是差不多的 級距是差不多的 所以 如果 iX1跟 iX之間呢 它其實是差了兩個級距 那我們都知道說之前呢 iX 在去年預售的時候是多少錢 是 316萬 那 後來因為賣得很好 預售過了之後呢 就變成320萬 然後到了2023年是 又漲價 漲更多 所以呢 售價是一直往上跌的 但是售價往上跌呢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是 市場的需求 其實是大的 另外一個是通膨 那這兩個因素呢 當然 都推升了價格 往上走 另外一個是廠家的心態 我認為呢 在去年底 的 iX跟 i4的 預售的時候 當時的BMW的新進是 它一定要推一款車 能夠擋得住 Tesla的攻擊 這時候呢 它的定價是 非常有競爭力的 因為 你如果把iPhone 放在現在的 4系列 比如說跟420比 跟430比 都是超值的 那如果把 iX呢 去跟 X5比 你看 iX呢 300多P的這個 45 它的售價基本上是跟 原來的 X5的25D 差不多的 那 更何況說500多P的 iX50呢 它的售價 事實上是跟 X5的 40i差不多 所以呢 在電動車 你可以買到 馬力更大 但是價格其實差不多 所以呢 如果今年年初你問我 iX1會賣多少錢 我認為 iX1的價錢 應該會跟 X1 的 20i 差不多價錢 也就是呢 它應該會賣 差不多200萬出頭 那我就會估計說 可能是208 但是隨著呢 整個市場上面 對電動車的需求 實在是 太兇猛了 所以呢 BMW也開始漲價了 各位看到 比如說 iX50 當時一開始的 預售價是386萬 雖然加了強制選配 變398 後來呢 因為 過了預售呢 價格往上調 等到2023年是呢 這個 加了強制選配的 車款呢 售價已經來到 430萬了 所以呢 BMW已經發現呢 它現在所設定出來的產品 在市場上 是獲得認同的 那在整個供應鏈 還有通膨的情況下呢 車價大家都往上走 包括Tesla也漲了好幾波 在這種情況下呢 我就沒有那麼樂觀認為 iX 會賣208萬 那大家 開始就在問我說 那到底 iX1呢 明年這台車呢 一定是一台 重量級的電動車 到底多少錢可以買得到 那我簡單說一個 評論是 iX1的價錢 一定會落在 一個區間裡面 因為 在這個集聚裡面 也有其他對手 因為 賓士已經先發表了 EQA 在台灣的售價了 那售價是多少錢呢 215萬元 那在這個時間呢 Tesla的 Model Y 也突襲式的 突然宣佈 在台灣可以賣了 而且今年年底就會交車 那Model Y 的車子的 急距應該放在哪裡 他車身尺碼是比較大 也沒有像 iX那麼大 因為如果是 iX的這個尺碼呢 其實應該是 Model X 那Model Y呢 的車身尺碼應該是比較接近 X3的 所以 從這個角度來看 他這一個產品呢 會不會也是市場上的參考 再回到 幾個禮拜前 Model Y宣佈台灣的售價 之前呢 各位記不記得呢 今年呢 整個Model 3的價錢 一路往上調漲 從過去呢 不到200萬 開始破了200萬 後來的Model 3的 最後一次 Long Range的售價呢 已經來到 222萬左右 那這個222萬 大家會從這個基礎去看 那如果是Model Y 在國外的售價呢 都比Model 3 大概多了 10個percent 在還沒公佈 Model Y的售價之前呢 一般都認為呢 既然Model 3已經賣到 220幾萬出頭了 那再加個一層左右 Model Y有可能 售價應該要跑到250萬了 或249萬這樣的數字 但是呢 台灣公佈了Model Y的售價 大家都 有點被 嚇了一跳 是 229.9萬元 也就是 230萬元 我們取一個 接近的整數 那這個售價呢 對於其他的 競爭的電動車呢 產生一些 互相比較的效應 當然會 雖然他是不同的集聚的 那消費者在選的時候 事實上是會 跨集聚的 互相比較的 所以我認為這個 230萬 比 還沒公佈之前呢 各方所預料的250萬來得低 所以他是一個 算有競爭力 的一個 Aggressive的 定價策略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我認為他也會壓縮到 iX1的 這個定價 所以 我可以用一個 簡單的方式來預測 我認為 iX1的售價 應該會高於EQA 然後低於Model Y 這就是一個 最基本的輪廓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iX1 沒有道理 賣得比EQA來得便宜 除了這兩個品牌呢 彼此之間是競爭的關係 過去的賓士的車款呢 事實上 價格都會比 B&W來的略高一點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iX1的產品規格 他其實是 X-Drive 30 這台車呢 表示說 他是一個 X-Drive 他是一個雙馬達 而且他的輸出動力 來到30 這一個等級 30的等級呢 原廠公佈是 313匹馬力 這313匹馬力 是含了 Boost 也就是說 他可以在 某些特定的情況下 可以輸出到 313匹 是一個 大動力的輸出 正常的情況下 應該是 270匹馬力 這一個動力數字 當然比起 EQA 215萬 這個250的等級 高上許多 更何況 他是一個雙馬達 所以 我認為原廠 不太有機會 讓台灣的總代理 把 iX-1的價格 定的比 EQA來的低 所以我在 今年年初 自己感覺到 應該可以 有機會 訂 208萬 那這個車有機會 在台灣變成是一個 很暢銷的車款 這樣的想法 就在EQA 因為訂了 215萬之後 我認為 這個可能性 就消失了 所以他一定會 從215 往上走 但是這個往上走 的情況下 如果遇到 Model Y 他是一個 車格比較大 的車款 空間比較大 動力表現 其實也大 電池也大 因為呢 EQA跟iX-1的 電池都是比較小的 因為這兩顆電池 其實大概 可用的部分 是 66.5千瓦斯 所以他不是一個 很大的電池 iX-1的電池 稍微又再 略小一點 64.7千瓦斯 那WLTP的數字 EQA 因為他是一個 單馬達的設計 所以他的出力 比較小 所以他可以到 496公里 那iX-1因為他是雙馬達 本來就會比較 耗電 所以呢 根據 DiWLTP的 測電數字 是 438公里 所以 這兩款車的 這個續航里程 事實上是明顯 低於 Model Y的 所以售價上面來講 我認為要高於 Model Y 都會讓 iX-1 在整個銷售上面 遇到很大的阻力 消費者 很容易就去 用一種角度去看說 那不如買Model Y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我認為他的價格 就會在這個區間 所以呢 今天 我進到辦公室來的時候呢 突然我的同事呢 張旭就跟我說 Apple iX-1的價格公佈了 我說你先不要講 我猜的是 219萬 後來他告訴我 答案是 222萬 那這個數字跟我原來 預測的 其實還是很接近 那證明了我 這個預測 的這個範圍 的這個 邏輯呢 大概還是算是 說得通的 那後來我發現有一個 很巧合的部分是 如果你把這個 210萬加230 這個中間呢 取一個最中間的值 那這個中間值是多少 其實就是 222萬元 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所以這個就是 我對於iX-1 產品價格的預測 那如果今天 訂出來的是 222萬 這台車能不能賣呢 我覺得 銷售上來講 應該還是有大的魅力 因為 BMW從i4跟iX 在市場上 受到歡迎之後 尤其 這一次的iX-1 進入 下一個產品世代之後呢 他的車身尺碼也放大了 雖然沒有像Model Y那麼大 Model Y基本上 他是超過4米7 EQA是4米4多 那這一次的iX-1 也比前一代的 X-1來的 車身尺碼 放大了一些 但是他的車身尺碼也來到4米5 他不算是一個小休旅車的 因為4米5這個尺碼呢 比起現在的 在國內的主流休旅車 比如說是RAV4 或者是CR-V 他們都是4米6 他只略小一點點而已 所以這一台車呢 開在路上看起來你會覺得他大概就是一個 尋常 在一般的 家庭裡面使用上面來講 是一個很適合的一個休旅車的尺碼 他並沒有特別訴求個人化 他也是一個蠻適合家庭使用的 所以呢我們現在 重複一下整個iX-1的產品裡 他是一個大動力的輸出 30的動力 有300匹馬力 0到100呢 5秒多 那他的電池呢 不是很大 64.7千瓦時 續航里程呢 大概差不多 400公里到 450左右 那這個範圍呢 實際上在用起來的時候 有可能開高速的時候 他開不到 400公里 你需要補電 那尋常的 實用來講呢 其實大概 續航里程 差不多在 400公里上下 也有一定的實用性 那 今天 公佈了這個預售價 222萬元 我覺得是一個還可以接受的價格 比起我今年年初呢 很樂觀認為他應該賣208萬元 那如果208萬元 不管他的規格怎麼樣 雙逼的純電動車 雙馬達300匹 0到100 5秒多 這樣的產品呢 怎麼會賣不到 一個月 兩三百台呢 所以他是一個有機會挑戰 年範3000台的暢銷的產品 那今天雖然他價格跑到222萬 但是現在是2022年的年底 跟年初的整個市場上的氛圍 已經不太一樣了 因為很多車子 歷經了很多價格的調整 其實大概都比起年初呢 漲了5%到10% 所以呢雖然我們 見不到208萬的 iX1 但是我覺得 222萬元的 iX1 我覺得是一個 還算不錯的價格 那我也希望呢 這台車呢 在未來供應上面能夠充足一點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預測 謝謝大家 我是Bob 歡迎繼續鎖定U-Car